我的天哪 我的眼睛没有花吧 我们村子里面居然有摩天轮 摩天轮居然出现在我的世界了 哇塞 看起来好玩的样子 我一定要坐上去看看 摩天轮我来了 哎老王 你又怎么在这里啊 这个摩天轮是你建造的吗 对啊 怎么样 想不想坐摩天轮 只要五颗钻石就可以坐一圈哦 你说什么 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好说话 今天第一天开业 全部免费 摩天轮随便坐 这还差不多嘛 摩天轮我来了 哇哈哈 摩天轮上面的风景也太漂亮了吧 下次一定要带上小月一起来 哈喽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阿姨默的白宝箱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模组啊 不用我说 大家已经看见了吧 没错 就是我身后的摩天轮 这块模组的名字叫做 观览车工艺 模组中呢 添加了一些道具 让我们可以制作出 自定义的摩天轮 小伙伴们 这可是会动的摩天轮啊 想不想知道 究竟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呢 那么废话不多说 赶紧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用一颗钻石 加上一颗绿宝石 合成出一个观览车种子 这个道具啊 是整个模组的核心 我们可以用观览车种子 和四块铁钉 制作一个观览车核心 然后还需要六块石头 和一个工作台 将观览车核心 与这些材料 全部合成在一起 就可以合成出一个 框架工作台 有了这个框架工作台呢 就可以开始制作 摩天轮的框架了 我们先将工作台 放在地上 然后右键打开 工作台界面 在这里 我们可以任意调整 制作框架的大小 调整好大小以后呢 只需要在工作台 周围的黑框里面 搭建出自己喜欢的 摩天轮框架 搭建完成以后呢 点击工作台中的 制作按钮 就可以制作出一个 轮子道具 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使用这个轮子道具 就可以创造出 刚才已经搭建好的 摩天轮框架 想要它旋转起来的话呢 只需要点击中间的核心 打开操作界面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设置 摩天轮的旋转速度 框架的大小 等等等等 你甚至可以把 速度设置到最快 就像一个电风扇一样 虽然有了摩天轮框架 但我们 现在还没有办法 直接做上去 我们还需要用 观览龙工作台 制作出观览龙 观览龙工作台的 制作方法呢 和框架工作台一样 在观览龙工作台上 我们需要在黑框中 搭建出一个座位 座位虽然是用方块组成的 但是我们还需要 在方块上面 放上模子中的 坐垫方块和连接器方块 有了这两个方块 我们才可以和 摩天轮框架连接 搭建完成以后呢 直接点击制作 就可以获得一个观览龙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 把观览龙 放进框架的操作界面里面 摩天轮框架上面 就会出现 刚刚制作好的座位 我们右键点击它 就可以做上去了 怎么样小伙伴们 是不是非常好玩啊 你这个不是摩天轮 是旋转木马吧 好了小伙伴们 如果你也想制作 一个摩天轮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下载模组 试一试哦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咯